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不会传染的 所以晚期会出现很多的症状 在相对比较常见的 他一般患者会出现气短的 因为肿瘤它会慢慢的增大 他肺的呼吸的体积会缩小 第二个就是他可能还会出现一些阻塞性肺炎的表现 包括发热呀 包括这个痰多呀 这些表现 现在咱们提的肺癌的病因里面 其实就有一个这个遗传因素 但遗传因素怎么理解呢 就是说自己的亲属有肺癌 作为子女来讲 她的发病率会高于普通人群 是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